臺灣民眾黨八個立委 我們在八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都全力支持中國國民黨所提出來的招委候選會 以致八個委員會全部全力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出來的招委候選會 這是我們剛剛會議的結論 柯建民他就說藍白這樣子好像是影子 我想柯建民他所講的話 不管在臺灣社會的公信力 本身發言的價值 臺灣民眾心中都有一把尺 那過去柯建民他可以吃手遮天呼風喚雨的時代 我再強調一次已經清楚了 對於招委選舉的事情 其實排德比位置重要 那我們真的在意是不是在野黨 可以針對民進黨長期跳票的一些改革法案 那我們共同的努力來吸手回作 推動胡國立民的法案 也扮演強力監督執政黨的矯正 這個是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 始終都沒有改變過的立場 昨天其實跟傅崑崎總召聯絡的時候 我們其實完全沒有提到招委選舉的事情 我們昨天在通話的時候 我們還是表明希望未來 針對胡國立民的法案 大家能夠吸手合作 這些改革的法案 能夠合作進步的通過 也扮演強力先都市政黨的角色 那針對我們所表達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那傅崑崎總召他也表示認同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說 昨天不管是透過通話或是傳遞訊息 重點就是我們未來吸手合作 推動胡國立民的法案